北京外交部站賞卡塔爾世界杯主辦方 在網上申請入境簽證系統 將台灣改為中華台北 減網內地官員電話騙案近期回聲 廣東山公安廳強調 就算調查不會致電市民要求交保證金 也不會直接到香港執法 驅廣州記者陳卓康了解過 騙案不一定層出不窮 先扮香港政府部門 再扮內地官員的電話騙案就是一種 連證板都覺得似 難怪這麼多年還有人受騙 內地都有這類騙案 同樣是偽造逮捕證、通緝令 說受害人涉嫌洗黑錢、違反防疫規定等 要求交大量保證金 至今最大的一宗涉及一億多 發生在2015年的貴州省 最終都成功破案 廣東省三年前就設立了新型犯罪研究中心 七家銀行簡直有代表進駐協助追捷騙款 今年頭五個月 這類騙案在香港案年仍然升8乘4 虧款3億多 廣東省公安廳提醒這類騙案漏洞處處 既然知道你犯罪 我還要提前告訴你 豈不是通風報信 我們不會自己過來抓捕 我們都會通過香港警方協作 由香港警方幫我們抓捕一個嫌疑人 他們強調不會透過電話查案 修補證金確認疑犯無罪 無線電視駐廣州記者陳祝康報道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 呼籲各國堅持相互尊重 開展平等對話攜手打擊仇恨言論 聯合國大會 昨日就去年定立的仇恨言論國際日 舉行非正式高級別會議 將軍說各別國家應該吸取教訓 認真反思 摒棄傲慢和偏見 切實尊重其他國家的關切 不能夠打住言論自由的旗號 縱容仇恨言論 散播傳播虛假訊息 又說仇恨言論侵蝕全人類共同價值 影響社會穩定 誘發暴力衝突 破壞和平和安全 阻礙實行可持續發展 令到嚴重獨化國際社會合作 應對全球挑戰的努力 對此 國際社會不能夠容忍 他強調中國園和各國一起努力 展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建設更美好的世界 日文日報昨晚發表提為 總書記心是香港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著我的心的文章 文章說中共總書記 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7年6月29日來到香港的時候 面對等候在機場的 一百六十幾個宗外記者心情流露 他對這塊土地飽含心情 對香港情況十分熟悉 始終關心香港繁榮穩定 始終心是香港同胞利益福祉 面對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戰中 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 習近平開出若方說 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步 發展是永恆的主題 是香港的立身資本 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藥士 對於香港融入國家大局 他說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有著很多有利發展條件 和獨特的競爭優勢 特別在這些年 國家的持續快速發展 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不揭動力、廣闊空間 長春有動物咖啡店 因為疫情曾經三次停業 店裏面的小動物 數量就不減反增 究竟有什麼緣故呢? 一起去看看 長春一間咖啡店裏面 一群貓仔圍著店主李士兵 一起喜喜玩 一派溫馨協議 疫情期間 為了方便照顧店裏面的貓狗 李士兵特地整理出一間簡易的餓室 和貓減門同吃同睡 原來起家是這一口股 電飯鍋是疫情的時候 能送快遞的時候 買的那個精筒 是送來的 這個完全是後來都接風了 盆過帶的 咖啡店開業三年 從收養器貓開始 雖然多次因為防疫限制停業 但店內的小動物越來越多 至今已經有三十幾隻 品種包括羊駝 天竹鼠 兔仔 貓咪 狗等等 李士兵坦然 長期餵養這些小動物並不容易 每日李士兵都會花幾個小時 陪伴這些小動物 小店已經成了他的家 她說會繼續開店 給小動物一個溫暖的家 這兩年因為疫情 北京民眾多了在家吃飯 連帶小型廚房電器的銷量都上升 疫情關係避免人群聚集 好多人都好像北京這位宅女士那樣 多了在家煮食 廚藝增進之餘 廚房的小型電器都有所增加 好像是煮這道菜 她就用了電動打蛋器和氣炸鍋幫忙 宅女士的同道中人越來越多 這兩年北京小型廚房電器的銷量增長迅速 又連鎖電器鋪表示 製造商正搶佔新的市場份額 我們烘焙工具的銷售 實現了15.41%的增長 其中我們自動打蛋器的銷售 實現了65.76%的增長 還有我們的食品分口機 也實現了132%的增長 有調查估計 內地小型廚房電器銷售額 到2025年將達到2500億元人民幣 無線電視記者李澤浩報導 隨著內地人口老化加劇 老人獨居也越來越普遍 河北寒丹設立互助幸福縣 為農村獨居長者養老作出新嘗試 一起去了解一下 入住前團村互助幸福縣之前 黃雲迪和柳秀雲都是獨居老人 生活無人照顧 這間互助幸福縣住了32位前團村的村民 他們的子女不是在外地 就是常年在外面打工 為了解決獨居老人的養老問題 前團村將村裡閒置的小學校舍進行改建 免費給獨居長者居住 獨居老人住了護助院之後 院裡的生活用品一應俱全 牆上面也安裝了緊急枯舊系統 院裡還開闢了花圃和菜地 比有勞動能力的老人養花仲才 據了解有些村還會將醫療室引入院內實現醫養結合 今後他們還會準備引入村圖書室 文化活動室和老年協會等 托展護助幸福縣的服務功能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穎報導 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節目 直播大灣區首播儀式上華 既然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未來5年是香港猶志及興的關鍵時刻 李家超昨天透過視頻致詞 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擁有國家發展大局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機遇 他期待香港開新篇 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 央視的節目全景展現粵港澳大灣區 十一個城市的蓬勃發展和美好前景 正在一年十一日 每日最超一個城市 推出一小時電視和十二小時新媒體的直播報道 廣東多地暴雨成災 兆關市宣布停工停運 呼籲民眾儘快到高地站高處站備 當地三防部門說防汛形勢嚴峻 市區嚴重水浸 預計下午兩點左右 會出現五十連一遇 超過五十六米的洪峰水位 宣布將防汛應急響應 提升到最高級別 當地近一個月內 錄得741.8毫米平均雨量 局部地方超過1500毫米 破歷史同期紀錄 佛山市發布洪水橙色預警訊號 預計第二次洪峰會在Iman到達 有關部門近日會適時啟動水閘分紅 到時三水區的低蛙地區將會水浸